这是有意义的 他们值得被看见 我是大山的孩子 所以 我很清楚同在那里的他们需要什么 Z世代投资俱乐部是由出口信也先生和刘亭之女士 在2018年联合发起的非盈利投资教育项目 项目的愿景是推广投资教育 普及正确的投资理念 并培育下一代的长期投资人 会员遍布全球 并来自清华 北大 浙大 哥伦比亚大学等国内外著名学府 2020年我们首次实施了慈善项目Z世代奖学金计划 奖学金来自俱乐部会员管理的基金收益及善心人士的捐款 2023年也是我们设立奖学金的第三年 今年我们跟随着第一届奖学金得主白永林 前往他的家乡甘肃庆阳 在三叉中学举行奖学金宣传 即大赢家捐赠活动 我们走进中国的大山 去见证最真实的乡村 庆阳坐落于甘肃省的最东部 是一座文化历史深厚的小城 这里曾孕育了辉煌璀璨的华夏文明 这次形成的目的地三叉中学 便位于庆阳的三叉镇 三叉中学是沁阳的七所中学中条件最艰苦的 高中部一千多名学生中 每年只有约2%的学生能考进一本大学 我们来到这里 希望给该校学生提供奖学金 并宣讲投资的意义 路途遥远 道路崎岖 车身颠簸 但大家都格外期待这场不远千里的复会 五个多小时的车程 Z世代终于来到三叉镇三叉中学 Sally should be fun for everyone 学习对作来说应该是一种个性 让听众看好 I want you to love Sally by reading manga 我们希望你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漫画的方式 在阅读投资者Z的过程中 我对投资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这部漫画才让我真的感受到了投资的魅力 在2018年 我们成立了在世代投资俱乐部 用奖学金去资助KM地区的学生去上大学 然后邀请他们加入我们的俱乐部 和我们一起学投资 我真的希望当机会来临时 你们也能够好好把握 借助漫画熟悉投资 也改变你们的内容 我们很幸运 可能欣慰我的一个介绍申请信 对 因为我写了就是我对于特别想概念 还有就是我希望加入这个部 然后我想要去了解投资 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投资会让他们改变他们的人生 那么我是不是为了投资去改变他们的人生 你像去投资公司一样去投资你的人生 印象里山村的孩子总是腼腆羞涩 他们打破了我的固有认知 他们是新时代的一群新青年 他们需要的可能只是一个机会 获得奖学金 加入Z世代投资俱乐部 这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变得自信 乐观 开朗 更是对投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打算依次作为我未来的职业 人生上的应该怎么度过 为时代给出的答案是 投资你的人生 让你的人生作为一种物品 让它不断地增值 让你的人生过得更加精彩 白老的一个同学给出的答案是 我们永远不能放弃 因为我们人生的上限是没有被决定的 在今天的活动中 我认识到原来漫画也可以是投资 这种可能是学习类的之类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了解过漫画 我也不知道投资是什么 通过这次活动 我可以认识到这个投资中 找到自己人生以后的规划 我可以从投资中得到一些方法 从漫画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地发生的人和事 我们可以从漫画中了解到这个世界 其实很丰富多彩 想加入这时代 首先这个俱乐部在资金上 可以给我们这些贫困地区的孩子提供一些帮助 然后呢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应该是精神上的鼓励吧 这可能就是我们活动的意义 架起城市和乡村之间 沟通了桥梁 尽我们所能去帮助乡村的孩子们 让他们看到更大的世界 很多问题的根本是物质条件 孩子们都很聪明 也有着自己的梦想 但没有足够的钱 没有很好的教育资源 导致很多孩子没办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我们讲到我们的奖学金计划 希望能和学校进一步合作 资助更多同学 助力他们完成自己的梦想 也加入我们俱乐部 和更多优秀的人一同前进 这次活动只是开始 再之后 我们将继续跟进 确保奖学金计划后续的落实 以及继续开展相关的系列活动 只愿我们在此慢慢长路上 出一份力发一份光 但以微光勤俱芒 照亮这群学子的前行之路 通过甘肃慈善行 Z世代投资俱乐部致力于推广投资教育 普及正确的投资理念 并为贫困地区的孩子们 提供教育支持和机会 我们相信通过投资教育的普及 和资助计划的实施 我们可以改变更多年轻人的命运 激发他们的潜力 并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让我们携手并进 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 让投资教育的光芒 照亮每一个角落 为下一代的成功和社会的繁荣 贡献一份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